大家好 我是婷婷 嗨 大家好 我是婷婷的經紀人王威 嗨 我是小愛 我們今天要來幹嘛呢 要來幹嘛 今天 我就是已經看不下去了 什麼 你的手一定要這麼忙嗎 花枝亂上的感覺 像花枝一樣亂上 所以左里萱得以花枝 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 把那個花枝萱的觸角剃掉 身為一個做料理的人 所以我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處理花枝 好 我們等一下就去處理那個花枝 嘿嘿 我們等一下就要把以萱騙騙過來 這是一個假的會議 他都不知道媽媽什麼事 我好期待喔 我第一次綁人耶 哈囉 我們都到了 等你 那個啊 今天大概要 我們要演練一下 在活動上你要講的內容 就是你很擅長的問題 這是一個嘉年皇會嘛 然後在嘉年皇會的贊助商是珠寶廠商 然後珠寶廠商就是會希望說 你全可以 配戴戒指耳環出席啊這樣子 然後現場會做一個訪問 主持人是你嘛 現場會做一個訪問 那訪問的話就是 會問一些感情問題 因為是跟珠寶有關嘛 然後可能會在他們2月14號前 只會推一個新款出來 會送我嗎 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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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太多 想太多了喔 婷婷那個open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回過了 所以現在只要錄一段很簡單的 就是婷婷訪問 問題就捨一提兩個 來 向倒數 5 4 3 2 好 那我要來問一下 婷婷哪個謙書會模式的概念 如果是一個曖昧 他們在曖昧中 男女曖昧中 他要怎麼樣 男生要怎麼樣去跟他告白 跟女生告白 我覺得這一定要先 就是 至少他會了解那個女生的個性 不能說 他是什麼星座什麼星座 就套用那個理論 打斷一下 就是你之前的直播 廠商他們有看過 然後這是一個珠寶的贊助商 他們看過你影片 然後有個問題就是 你的首飾太多了 可是珠寶不就帶在我身上 對 但他們不希望說你一直這樣揮 你還會覺得好像你手上有個幾顆 大概鑽接在那邊揮很炫富的感覺 他們不要這樣 所以待會你等一下問的時候可能你的首飾要拿掉 我們要錄一段你沒有首飾的影片 但會不會看你能不能正常講 那有點難欸 那我想要問你就是如果 曖昧中的男女生他們要 男生要怎麼樣找那個時間 你跟女生告白 那有一些跡象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吧 就是 這個是可以 那我們換一個問題 那如果這個男生他就會告白了 可是他被女生打長了 他要怎麼調適自己的心情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來來去去 那怎麼可能會 不能 不能 不能因為 你的嘴巴跟手是要同步進行才行 對 老邁 欸 小歪剛才有帶繩子欸 那根本就不剛剛 小歪平常有拿 小歪平常出門 身為一個 對啊 這個客人誤會齁 你不能這樣綁喔 你很弱欸 會不會綁人啊 誰是專業的 一下就看出完 完了 原來是挺挺的 喔 房價那也是我欸 真的欸 那我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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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的欸 是真的很強欸 哇塞 真的很強欸 那你剛剛講到喔 在路上打傘 那如果要怎麼樣 就這個男生就真的看到這個女生走在路上 他就很喜歡他 就是很想認識他 到底太恐怖了 我其實已經知道怎麼回來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好痛苦喔 動來動去這就是我啊 哪個程上會這樣要求 我如果現在跟你講一句實話應該是可以 就是反正你現在手被綁起來的話 你也不能對我們怎麼樣嗎 這個實話呢就是 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個活動 這一切都是假的 什麼 你不要講 是假的 這都小外小的 你們演得很好欸 這都小外小的 你不要在那邊都是這樣 我以為是真的欸 等一下 你剛剛在外面不是這樣講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Right now才知道 等到嗎 等下我們倒在為主題看 我們只知道看你手綁起來會不會講話 不會講話 實驗德陣 無法講話 那... 你要收開我了嗎 不要不要先不要收開 我們先用這個模式 然後就... 先用鄭苡婷的版本 雙手開開的版本 講個正常的 我現在是苡萱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才沒有這樣子 朱年行大運 恭喜發財 耶 沒有這樣啊 我是這種角色嗎 對 大家好 我是苡萱 新年快樂 好吧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年 就這樣 聽起來很不美好 你才不美好 掰掰